华联市长魏家彦9号上午率领公所团队签署联能透明公约 与同仁们齐心启动联能透明治理 而县府阵风处也到场宣导采购食物以及伦理法际观念 希望透过13场的乡镇市宣导场次 期盼能够降低联阵风险的发生 华联县政府办理的13乡镇市 阳光透明联能采购巡回宣导活动 第四场次9号上午在华联市公所登场 市长魏家彦除了协同各客室主管与会 在华联市各国中小学办理采购业务的人员也都到场 并在正风处长叶青森的主持下 共同见证市长魏家彦代表华联市签署联能透明公约 今天很感谢我们县政府正风处办理那么有意义的活动 让我们集成的一些公务人员能够了解到采购法的一些部分 那会中也播放了两部影片跟两部宣导片 让大家了解到采购法的一些实物的问题 那在这边也很开心 那未来也希望正风处能够多做一些这样的宣导 能够让更多的 不管是在我们公务系统或是民众都能够了解这个部分 现场在播放完相关的宣导影片后 环保局正风市主任赖英杰也就采购议题和大家分享相关实物与案例 增进集成人员的采购专业及知能 而现场也设计连政有奖侦达 以寓教娱乐的方式 在趣味互动中灌输连结观念 让参加人员都能轻松汲取采购及连政伦理观念 促进双向沟通与交流 记者徐立琴华丁士报导